吃一口等于十斤塑料袋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张 很多人都不知道 现在好多中老年人每天都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前几天邻居的叔叔在家里做饭时突然感到胸口疼痛 随后倒在地上 匆忙就医后 医生告诉他 他的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多年来 咸菜是他的每餐必备 大家都知道咸菜是通过盐水腌制的 高纳摄入可能导致体内水分滞留 增加了肾脏和肝脏的负担 且其中的亚硝酸盐可转化为有害的亚硝案 对肝脏细胞造成严重毒害 这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尤为关键 因为肝脏健康是他们长寿的关键之一 因此提醒大家 不想干受损 能不吃就不吃 为了维护肝脏健康 可以采用一个简单而美味的改变 将传统的咸菜替换为用菠菜制成的凉拌菜 菠菜 菠菜是一种美味的绿色蔬菜 不仅味道鲜美 还富含铁 钙和铁等关键矿物质 铁有助于增强肝脏的养和能力 而钙和铁则维护肝脏内部的酸碱平衡 确保其正常功能 推荐食谱 菠菜豆皮卷 准备食材 菠菜 豆皮 大蒜 生抽 制作步骤 一 准备两张豆皮 新鲜胡萝卜 鸡蛋和新鲜菠菜 清洗 去皮并切好这些食材 确保它们备好待用 二 将菠菜放入烧开的水中 焯水半分钟 然后捞出 倒入凉水中 这将有助于保持它们的翠绿颜色 同样 将胡萝卜丝焯水一分钟 捞出 三 碗中 将鸡蛋打入 加入食盐 鸡精 胡椒粉和五香粉 然后加入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四 用开水烫一下豆皮 以去除豆腥味 五 将蔬菜均匀地铺在豆皮上 从一头开始将其卷紧 确保卷得结实 将卷好的蔬菜卷放入蒸锅中 盖上锅盖 蒸约8分钟 六 在小碗中 酱蒜末 葱花 辣椒面 芝麻 食用盐 鸡精 生抽 香醋和热油 混合成蘸料 取出蒸好的蔬菜卷 切成厚片 摆在盘中 然后加上自制的蘸料 即可享用美味的蔬菜卷 以下是三个小贴士 一 确保选择新鲜的豆皮 胡萝卜 菠菜和鸡蛋 因为食材的新鲜度直接影响到蔬菜卷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二 在焯水蔬菜时 添加少量食用油可以帮助保持菠菜的翠绿颜色 此外 焯水胡萝卜丝可减轻青草苦味 适用于不喜欢苦味的时刻 三 卷制蔬菜卷时 确保将食材均匀地铺在豆皮上 并在卷的过程中使其紧实 这有助于蔬菜卷在蒸制后保持形状和口感 总结 看完记得给我点个赞点个赞看 如果觉得有用 可以转发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观看 感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 感谢大家的支持